陆迅的能力不在诸葛亮之下 国力更强 为什么不被罚 诸葛亮明知一周提毙也要被罚 利用天下奇才级别的军事才能 把司马懿打得躲在迎战里 高挂面战牌不敢动弹 甚至魏国士兵都嘲笑说 司马懿害怕蜀兵就像见了老虎 尽管诸葛亮时运不济 在武藏元牺牲 可诸葛亮鞠躬尽瘁 此而后已的精神被后人铭记了一千多年 蜀国很弱小 但吴国很强大 吴国占据江东荆州 有军队二十多万 而且孙权在位威望极高 大将军陆迅天下知名年富力强 为什么吴国方面不出兵轰轰烈烈的北伐呢 首要原因是陆迅太忙了 当时东吴旨占据荆州的三分之二 荆州的大城市相反还在曹魏手中 东吴方面是大都督陆迅镇守荆州 而曹魏方面的首将则是司马懿 三国演义的司马懿和诸葛亮战斗了六次 现实却是三国之理记载的两次 荆州没有蜀汉的地形防守优势 陆迅为了防守司马懿偷袭荆州 不敢有一天松懈 并没有诸葛亮出入汉中的从容 还有吴国的内政也不稳定 孙权称帝之后有了一些骄傲心理 对政务非常懈怠 为此张昭总是劝谏也无济于事 而且孙权正在进行江东政权本土化运动 对江东本地大家族的代表陆逊 越看越不顺眼 陆逊想带兵出征根本不被允许 除了内外部条件不允许陆逊出兵 在制度上陆逊也没有优势 根本不能和诸葛亮相比 诸葛亮出兵的优势有三个 第一是大权独揽 俗话说官大以及压死人 诸葛亮之所以能调动输国主力部队作战 主要凭借着刘备的脱钩 让皇帝刘善以对父亲的态度对待诸葛亮 所以诸葛亮能及军政大权于一身 要知道蜀国的总兵力也就十万人 而诸葛亮每次都能调动十分之九的兵力 这是将为都比不了的 再看陆逊的权力就明显不如诸葛亮了 尽管陆逊被孙权任命镇守荆州 是真正的重用 但也限制了陆逊的发挥空间 陆逊离开荆州一天都不被允许 其次是孙权一直大权在握 陆逊名义上是丞相 其实是一个地方官 第二是派系分明 诸葛亮的蜀汉内部也有矛盾 甚至比东吴更加严重 因为蜀汉的政权斗争是外来士族 对抗本土士族 需要诸葛亮一直压着才不会出事 而东吴政权则是几个派系的斗争 没有把孙权赶跑的意思 可惜凡事都是有利弊 诸葛亮手下派系分明 所以用起来得心应手 比如赵云 张高 关心 魏妍等人 对诸葛亮都非常忠诚 诸葛亮指挥没有任何压力 也就是说 诸葛亮北伐用的都是自己人 而陆逊就差多了 首先他自己就是江东的陆逊大族 属于孙权防备的豪强 陆逊手下的将军派系很乱 有很多人都不服他 还不能将他们都赶走 这也就是孙权在刘备大军压境时候 把自己的天子剑赐给陆逊的原因 第三是进退自如 从地形上看 东吴确实不如属汉好的 首先是防守问题 属到难 难于上青天属汉地形险峻 如同一个保险箱 可以说一副当官 万副莫开 而东吴确没有这种天险 整个长江防线几千里 只能靠陆逊不停地经营荆州防线 能自由调动的兵力其实很紧张 从进攻的角度看 东吴地形更吃亏 诸葛亮的战略目标一直是拿下梁州 占领长安 获取曹魏的战马供应的 这样蜀汉就有骑兵了 总兵力也不需要超过十万 但孙权如果想进一步 必须拿下徐州 而徐州是四战之地 没有十万人守不住 战争规模太大孙权大不起 陆逊的能力不在诸葛亮之下 但名气不如诸葛亮 也有一些运气差的无奈